詳實發展今年初推出的牛譚美義花園 項目大約一個月前收樓 全盤67座洋房當中最大2,300多呎 最小的是鹽樓這種面積1,600多呎 屬於區內洋房的入門版 設有4間套房 有花園、天桌和車庫 業主買入價大約3,000萬 設價1萬8,000多元 湖外的地方問題較多 例如花園的保安措施欠介 平台的玻璃門部分位置無加防水膠條 和天桌的去水坑位斜度不足 這個斜坡欄杆都沒有一些特別的保安措施 業主如果擔心保安問題 其實他可能在這些位置要加一些不露電視 或者一些紅外線的設備 防止有些賊人可能在這個斜坡進入這個房子 鹽收這間房子在牛潭美爾花園 來元朗市中心比較遠 戶外花園1,100多呎 呈曲尺形 部分位置鋪地磚 這邊鋪草皮 山坡、外牆和這些喉館 不要以為是屬於公家地方 根據樓書,業主需要自費維修 左手邊的這幅間場 其實是和旁邊的屋主 一間屋的間場 這個維修保養的責任 都有機會和這兩間洋房業主平均分擔 喉館、水館和去水館 其實都是洋房業主自己使用 所以這個維修責任是屬於洋房業主自己去做的 旁邊的有蓋車庫長18呎 闊大約5呎 估計只是剛好可以停泊一架車 如果你泊了一架車進來 如果司機或乘客要下車的話 其實都相當困難 因為剛好這兩邊都是牆身 所以開車門可能會相對空間很窄 另外車房裏面有一個側門 就要進入房間 其實司機或乘客 下車後要進入側門 其實通道相對都很窄 二花園一共提供67座三層高的養房 面積最大超過2300呎 嚴修這間最小 面積1600多呎 客飯廳近300呎 呈牆方形 樓底超過13呎高 不裝有近乎落地的玻璃窗 上層是四間套房 主人房連套廁大約260呎 特色之一是設有大約100呎的平台 而玻璃掩門分隔 檢查後發現門框有部份位置 沒有裝上防水膠條 譬如這裏 這支膠整齊 整條都整齊 但是門膠邊就沒有了膠 因為玻璃膠的窗進不去 擠不到位置 留下這個隙子 下雨時水不會避開 一樣會洒進來 水就會沿著隙子進入框裏面 通常一般就在窗台石 下底的位置走出來 天台下層的套房面積大約160呎 窗框和玻璃膜之間 以俗清掃口粉的縫章 修補中間的空隙 但似乎不太合適 過往驗過很多這些屋製盤 太陽很大 這樣的地方 通常這些位置 如果用塑膠粉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因為窗框經常被太陽曬著 其實摸下去也會燃的 它會膨脹 和石那邊就會有些走位 所以經常會把塑膠粉逼散了 有時可能你 塞驚禍神會見到 整行塑膠粉會掉了 也不奇怪 如果這些位置用玻璃膠 就有一個塑膠 那個情況會好很多 頂層天台大約430呎 分油兩邊 一邊設有洗手盆 留意地台的去水坑 整體的斜度不足 會影響去水效果 容易導致積水 剛剛下了一場大雨 上來天台 雖然很多地方都已經蒸乾了地台 但我們看到這個去水坑 其實都積了探水 都走不到的 這些位置 因為這條去水坑 其實一定要做斜的 因為它是預水流下來 這裏之後 就去那邊的去水位 其實眼看這裏 都看到它其實有些窩了下去 在這個位置就看到 其實這個位置是低了的 重新鋪過這個去水坑 否則就經常都知道 它積攤水 但是會惹蚊 二花園由長實發展 至今只剩下一座洋房未賣 屋苑設有會所 但沒有停車場 而67座洋雲之中 有14座沒有提供停車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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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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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